民进党的新北市长的参选人游席坤 现在在星期四跟台联的参选人林志佳来举行电话民调 而上午党主席蔡英文则是到新北市议会跟干部举行早餐复选会 来帮游席坤拉台选情 我们来听听她稍早的访问 这一段时间以来 很多人都在问说我们现任的市长会不会连任 这个问题在台湾已经炒了好几个月 那昨天终于有了一个答案 那我相信我们的新北市民在意的不是 现任的市长要不要连任 我们的新北市的市民在意的是 这个市长有没有把心放在我们的新北市的市政 有没有以新北市的未来作为他最先优先的考量 至于他的政治前途 新北市跟他的政治前途的关系 我想不是我们新北市 市民最关切的 好 这是蔡英文首次出面 表达对朱立伦参选连任的看法 他表示是市民最关切的 还是朱立伦对于新北市政有没有热情 而不是他个人的政治前途 而回顾过去四年来 朱立伦对自己所承诺的政见 也没有完全的达成 尤其是三环三切 因此他呼吁全体民进党来支持游锡棺 来选赢这个2014年底的新北市场选举 以上就是现场前行情将时间尽头交换棚内 好 我们谢谢记者带来最新的状况 好 接下来来看你的是朱立伦的 好 接下来来看你的是朱立伦的 好 接下来来看你的是朱立伦的